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人每年喝掉100杯咖啡 但是台湾2300多万人口当中 却只有一人在单纯享受一杯咖啡的同时 发现了咖啡齿甲流香过后 99.8%的剩余价值 并且将它运用到家族纺织事业 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 在2005年的夏天 我太太她就看到有一个老太太在 跟那个星巴克的柜台要咖啡渣 然后她说咖啡渣可以做什么 我就说咖啡渣妈妈不是放在冰箱吗 她说对呀她可以除臭 她说老公那你不是早上才去运动吗 怎么那个身上的味道好臭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咖啡渣也放在你身上除臭一下 和太太买咖啡时的一段对话 点燃了陈国卿的创新火苗 从那天之后 公司位于五谷的研究实验室 就不停歇地为drink it wear it的梦想运转 历经八代的研发 从最初产品因为穿没多久就开始散发怪味 频频被客人朋友退货 团队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才让咖啡沙去油蜕变成功上市 我们一开始保留了咖啡的香味 可是穿了半年之后 它跟你身上的这个臭味油味汗味通通混在一起 到了第五代我们才开始发现说 原来要把油脆得很干净 又投入了一千多万台币 那头头超过七千多万 最后第八代才成功上市 这条创新之路 陈国卿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心力 终于把咖啡渣变成咖啡沙 证明了垃圾也能变成黄金 现在既定的生产模式 就是将回收的咖啡渣 经过干燥 脆油 研磨 再与宝特瓶抽出的纤维聚合成牡蜜 这抽丝剥茧的过程看似复杂 陈国卿却巧妙地 把它比喻成制作一杯香浓拉特 回收之后我们把它脆油 把它干燥之后 我们把它磨成粉 然后做成400nm 变成我们的牡蜜 之后我们就可以抽成这样的沙线 它可以让你有稀丝 坏干 以及抗紫外线 以及消臭的功能 不仅咖啡沙能够做成 环保又除臭的衣服 咖啡渣萃取出的咖啡油 原本是让产品被退货的罪魁祸首 也在研发团队的脑力激荡下 将功赎罪 变身成为环保泡棉 以及咖啡防水薄膜 滴水 你看水就被薄膜给吸住了 然后我再拨一下 我把它分散的意思 所以这个薄膜就可以把你身上 假设你身上的汗 这样汗 碰到这个薄膜的时候呢 你看它就在吸了 从咖啡渣到咖啡油 创新的道路没有尽头 目前咖啡渣最新的技术应用 是印在服装上 做出类似咖啡沙功能的舒适印花 咖啡油则是进一步研发成精油产品 这看似扩大产值规模的每一步 其实背后都是用环保概念堆砌而成 陈国清说 企业需要回馈社会 对环保跟教育尽一份心力 现在要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所以地球暖化 环境恶劣 气候变迁 这些等等的议题 在他们这个时候小小的心里 其实都了解了 德国每年的ISPO国际体育用品展 是目前规模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用品展览 咖啡沙的多项产品 获得了顶尖创新奖的肯定 原本超过三天就会发霉 被丢到垃圾桶的咖啡渣 在坚持创新的理念下 让纺织业从夕阳迎接曙光 也让全世界把台湾的创意传在身上 中央社记者肖柏阳 张新宇 新北市采访报导